平庸县政府召开记者会公布斯卡罗与牡丹社十大游城 平庸横村半岛因为斯卡罗戏剧在台热播 引起许多游客想到历史现场一探究竟 县府规划包括狼桥十八社、牡丹社事件、斯卡罗拍摄地收密等游城 带领游客用行动阅读那段历史 1867年的楼梅浩事件、牡丹社事件 一个是对美国、一个是对日本社外的一个战争 所以横村半岛不但是承载着屏东 也是承载着台湾这近百年的近代史的一个转折点 县府也与平南社区大学合作 由社大林琼尧导师协助培训本次游城的专业解说员 在地原乡、牡丹乡及满洲乡 感谢县府大力推动地方观光 但对于斯卡罗是否合适作为狼桥十八社或该地区的代名词 族人认为还有待厘清和定义 从台东来的有北南有挑东西这样进来的 那么叫斯卡罗 后来越来越多又把这个地区都认为斯卡罗 他不是排完组都不是那个组 我们有跟县府表达过这个是不是可以重新再定义一下 斯卡罗一句让观众看见原住民族在近代史扮演的关键角色 但戏剧内容与在地口传历史不尽相同 族人希望游城中也能有在地声音 让肯尊半岛历史走毒能更全面更完整 原新闻巴朗屏东市牡丹满洲尘步道